最近这个胜利 我是从93年开始 今年12年正好胜利 我参加许多次国际和平会议 我从第三次就开始做主题讲理 余晖的这些专家学者 可以设施各个的精英聚会在一堂 研究如何化解冲突 把世界带向安定和协 这是共同的目标 好似 所以我代表澳洲大学 参加这个会议 可是 遇到的问题呢 同一个问题 别人不问我 别的 问我怎么样养生 他看我年岁很大了 身体很健康 我都问这 他不问别的 由此可知 向好很能吸人 我参加联合国的活动来年是 75岁 75、6岁的人 今年86岁 他们看不出我是75岁的人 那这相好有关系 问我 问我 我说我身后很简单 没有任何补品 没有用过任何化妆品 我一年用肥皂 我一年用肥皂大概两块三块就够了 一年 很少用了 什么东西都很少 捏牙膏都很少 牙膏大概一年了 一只两瓶就够了 一点都不浪费 什么补品 我都不学 人家送过补品 我都转送给别人 我也不喝茶 所以人家送过很多名贵茶 我都不懂 不识乎 茶酒都不认识 好坏都不知道 我只喝水 喝不开水 粗茶淡饭 六十一年速食 心地清津 这就是健康长寿的秘诀 没有忧虑 没有烦恼 于人无增 于事无求 你得到的就是健康快乐 中国古人说的好 又能使人老 一个人忧虑很多 欲望很多 什么时候能满足他的遗忘 这种人很容易衰老 也很容易感染疾病 我会让你去遗忘 我去遗忘 我看了什么 我看了 我看了 你 我看了 你